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一共播放了五盘录像带 而录像带里的故事也就是支线故事了 好了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就让阿布来为大家讲述第一部的故事 这天一群无恶不作的小混混在街上闲逛着 他们先是开车到街上骚扰女孩 随后又私闯民宅把别人的家砸得稀巴烂 就在小混混们捣乱的正尽兴的时候 他们当中的一人表示自己接到了一个活 对方称只要他们能从一所老宅里偷出一些录像带 就会付给他们高额报酬 混混们觉得这活听上去还挺轻松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很快一天过去夜晚降临 混混们趁着夜色开车来到了指定地点准备开始行动 他们摸索着潜入了老宅里 或许混混们一想到很快自己就要发财了 众人一路上都非常兴奋 由于时间正值深更半夜 为了不惊扰房子的主人 他们只能开着手电筒摸索前行 很快众人就来到了一个房间里 这里看上去非常诡异 到处都放满了白屏的电视机 以及散落一地的录像带 一旁的沙发上还有一位已经死亡多时的老人 不过几个小混混啥事面没见过 并没有表现出惊慌 可在这里他们并没有找到雇主需要的录像带 于是众人决定分头行动 他们将大胡子一个人留在了房间里 其他人则去房子里别的地方去找录像带 这大胡子闲着无聊 便随便从地上捡起了一盘录像带 开始播放起来 至此主线部分暂时结束 支线部分开始 第一盘录像带讲述了一群叛逆青少年的故事 这天晚上他们准备去酒吧里泡妞 眼镜男对此非常期待 他甚至从网上搞来了一个微型摄像机装在眼镜里 准备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在一番打闹后 这群青少年便出发来到酒吧 酒吧里处处洋溢着男欢女爱的暧昧气氛 众人也是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他们各自找到了各自的伴 喝酒聊天玩的不亦乐乎 可眼镜男看上去似乎和众人格格不入 他泡到了一个奇怪的姑娘 那姑娘上来就对他说 我喜欢你 并且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 眼镜男不知如何是好 只得含糊的应付他 这群青少年不知玩了多久 酒吧要打烊了 可他们依旧不够尽兴 于是他们便叫上了在酒吧里认识的妹子 以及一直说喜欢眼镜男的那个奇怪的妹子 一起出去开了房 眼镜男的朋友铁柱和另一个妹子在喝酒调情 两人时不时还打个波 可这妹子似乎之前在酒吧喝多了 还没两杯就睡了过去 铁柱自讨没去 便来调戏眼镜男找来的那个怪女人 一开始事情进行的还算顺利 两人调情后准备办正事 可接下来事情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了 怪女人不知为何 开始疯狂的撕咬他 这个把铁柱和眼镜男吓坏了 两人连忙躲进厕所 铁柱觉得一直待在里面也不是个事 于是便将浴室里挂毛巾的铁杆取了下来 准备去和怪女人殊死搏斗 可谁曾想这怪女人根本不是人类 铁柱哪里是他的对手 很快他就领了盒饭 而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和昏睡过去的女人 也被这个疯狂的怪女人送上了西天 现在只剩下眼镜男一个人了 他惊慌失措的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可由于太害怕太紧张 他在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 疼得倒在了地上起都起不来 很快怪女人便来到了他的身边 对他说我喜欢你 眼镜男已经害怕到了极点了 出于求生的本能 他忍痛跑到了旅店外面向路人求助 可怪女人为了表达自己对眼镜男的爱意 便带着他一起飞走了 第一盘录像带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故事回到主线 一群人来到房子的杂物间里寻找录像带 这时他们背后突然闪过了一个人影 该不是这房子闹鬼吧 小混混们感觉到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便决定把所有录像带都带上后赶紧跑 这时镜头对准了充满白屏电视机的房间 之前播放录像带的那个大胡子 不知为何神秘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的朋友蓝围金 他拿起另一盘录像带便开始播放起来 第二盘录像带主要讲述了女孩小美 和自己的男朋友小胖的温馨公路之旅 两人一起来到了荒郊西部 准备度过一次愉快的假期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在西部度过了快乐的第一天的男女主 回到了宾馆里准备休息 两人趁着夜色享受着美好的欢愉 就在他们尽兴之时突然有人敲响了他们的房门 门外是个年纪不大的女孩 他希望明天两人能顺路载他一程 小胖觉得这事有些不妥 便躺在床上犹豫了起来 想着想着他便进入了梦乡 很快事实便证明小胖的想法是对的 半夜的时候那个怪异的女孩 偷偷潜入了两人的房间 并偷走了小胖的钱 第二天早上小胖起来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 便开始询问女友 可小美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她的钱 这小胖可能也是智商不够用 她丝毫没有怀疑昨天晚上出现的那位怪异女孩 很快两人又度过了充实的一天 回到宾馆以后 他们感觉到非常疲惫 便早早的进入了梦乡 果不其然 这天晚上怪异女孩又出现了 可这一次她直接送小胖去领了盒饭 而故事到这里也是迎来了转折 原来这个女孩和小美才是真正的一对 两人早就商量好了 由小美去骗取小胖的信任和钱财 最后两人合作一举将她拿下 而做完这一切的她们 则开着小胖的车扬城而去 第二排录像带到此结束 紧接着第三排开始播放 一位名为温迪的女孩 邀请朋友一起来到丛林里玩耍 一路上她们有说有笑 很快众人便到达了目的地 丛林里植物生长茂盛 空气极好 时不时还有小鹿从他们身边路过 众人在这里玩的可谓是不亦乐乎 可随着她们向丛林深处前进 事情就开始变得有些不对劲起来 温迪的行为举止开始变得怪异 她不停地对朋友们说着 诸如你们都会死在这里这样的话 她甚至还拿图往朋友的摄像机上砸 原来三个朋友不知道的是 温迪带他们来这里 其实另有目的 她其实是为了引出 之前在这里杀死她朋友的那个恶魔 并消灭她 可事情并不如她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个恶魔好像并无实体形态 在摄像机里 她呈现出一种碎片的状态 很快她便干掉了温迪的朋友们 只留下她一个 于是她便和这个怪物开始了殊死搏斗 温迪在前面拼命奔跑 并布下陷阱 恶魔则在后面追 可奇怪的是 即便恶魔踩中了陷阱 可没过多久 她就又从里面完好无损的出来了 很快她就追上了温迪 并送她领了盒饭 第三盘录像带完 接下来是第四盘录像带 女孩艾米丽和男朋友分居两地 两人平时只能通过视频电话来交流和调情 可最近艾米丽出了一些状况 她不知为什么老是会在家中看到鬼 并且她胳膊当中有一块地方肿起来了 这让她感觉到非常害怕 可男朋友安慰她 可能只是因为她太紧张了 艾米丽却坚决称这个家里确实闹鬼 而事实也正像她所说的那样 屋子里确实闹鬼 可不知为何男友一直都不肯承认 并且艾米丽多次提出 要她在两人视频的时候 启用录像功能 男友也以各种理由一次次搪塞过去了 这天晚上艾米丽和男友打起了视频电话 她决定向男友展示自己的公寓 她拿着手机就来到了房间外 很快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 艾米丽又在家中看到了鬼 她吓得大叫起来 立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坐下 她惊魂未定的问到 自己的男友有没有将刚才的一切录下来 男友又以自己刚刚太过慌张 忘记了的理由搪塞了过去 艾米丽快急哭了 她嘱咐男友下次一定要录下来 男友答应了 过了几天 男友和艾米丽又打起了视频电话 她表示自己去问了房东 房东说这个房子里从来没有死过人 或者住过小孩 另外艾米丽感觉到自己的胳膊越来越不舒服了 她甚至拿起刀 当着男友的面划开了胳膊 试图取出里面的东西 看到这里男友着急了 她试图劝阻艾米丽 并表示自己一周以内就会回来 那时她会解决这个问题 艾米丽听了她的话后 便镇定下来不再做出危险举动 镜头一切 艾米丽和男友又在半夜打起了视频电话 她告诉男友鬼又出现了 并且现在就在她房间外 艾米丽告诉男友 现在就启用录像功能 如果她看到鬼了 就提醒她闭上眼 男友答应了 艾米丽便来到了房间外 可这次她还是被鬼吓到了 并直接晕了过去 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本应该在外地的男友 突然出现在了艾米丽身旁 原来她一直都在艾米丽身旁做实验 而她胳膊里的东西 也是男友装进去 用来监控她的 现在实验目的已经达到 男友便将实验器材取了出来 当艾米丽再次和男朋友视频的时候 已经遍体鳞伤 你以为这盘录像带到这里就结束了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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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在这里迎来了惊天转折 原来这男友是个渣男 她不仅仅有艾米丽一个女友 并且她还在别的女孩身上 做了同样的实验 第四排录像带结束 故事再次回到主线 看完录像带的蓝维金 意外地发现 背后的那个已经死去的老人的尸体 竟然不见了 并且她的同伴也不知为何狗带了 蓝维金非常害怕 她迅速跑下楼 想要找到出去的路 可就在这时 她在楼梯上发现了那个死去的老人 居然复活了 并且还在一步步的向她走来 此时蓝维金已经没有退路了 很快老人就来到了她面前 蓝维金就这么领了盒饭 镜头设置录像带播放室 机器开始自动播放起第五盘录像带 这盘录像带主要讲述了一群人 在万圣节当天举办了一个变装party 在换好衣服后 众人便来到了指定地点准备狂欢 一群人在房子里到处转悠 试图找乐子 就在这时 他们当中一个人忽然听到楼上 好像有奇怪的声音传出 于是他们便悄悄从楼梯上了阁楼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里居然有人在进行驱魔仪式 被驱魔的对象是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一直在大声呼救 看上去非常可怜 众人还以为那些大人是在虐待小女孩 这无疑激发了他们心中的正义感 于是他们便合作将小女孩救了出来 可他们未曾想到的是 小女孩身体里其实住着一个恶魔 当他们把她救下来的那一刻 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恶魔先是对房子施了法 怪异的现象层出不穷 比如餐具会突然飞起来 砸向那些年轻人 门把手也不知为何开始冒烟 门上的窗户则开始变成了断头台 墙上也有地狱之手不断地伸出来 除此之外 魔鬼还残忍地杀掉了那些驱魔人 而她留着这群年轻人 不过是为了让他们带自己逃离这里罢了 众人费尽千辛万苦 终于跑出了房子上了车 在车上他们便开始询问女孩来自哪里 可女孩并不搭理 在她下车以后便将车锁了起来 并将其限制在火车轨道上动弹不得 很快迎面飞速驶来的火车 就送众人去领了盒饭 第五部录像带的故事到此结束 而主线剧情 那些寻找录像带的年轻人的下场也很惨 要不就是消失不见了 要不就是狗带了 致命录像带第一部完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大家不难发现 随着时间推移 仿记录片形式的恐怖片越来越多了 致命录像带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这部电影不同于一般的伪记录恐怖片 它有五个录像带小故事 以及一个主线故事组合而成 就像我们打游戏时的主线和支线一样 主线无聊了还能看看支线 总而言之 观众绝对不会感到无聊 并且电影的整体构思和拍摄方式 非常值得称赞 如果对恐怖片感兴趣的宝宝 阿布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的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